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30日 在二十多個小時之前 我才在台北,其實是新北市 看過一套電影 這套電影今天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叫做《一二一二首爾之春》 可以說是我近年看過最刺激 最好看的一套亞洲電影 起碼這五六年我沒看過這麼刺激的電影 看得我手心無寒 原因是什麼呢? 這套電影當然是 寫著1979年 韓國的政變 首爾之春 但是另一邊 香港電影票房就仆值了 田啟文 他說今年電影票房跌了四成 這跌了四成跟外遊可能有關 娛樂、外遊有關 也有不少人回了深圳看電影 深圳戲院又便宜 這也是香港的命運 現在人們去購物 也去了山姆百貨購物 是不是? 買LV 去深圳買LV 不再是羅湖城的LV 深圳LV現在退稅 所以香港你說作為一個購物天堂 我們以前小時候讀書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現在又好像有巨大的形勢變化了 香港是一個世界航空輸 現在又好像不如深圳 香港是一個購物天堂 現在似乎又回到深圳了一些人 香港是美食天堂 現在人們有很多投訴 所以這也是令人覺得很唏噓的 但是香港的票房的仆值和合拍片潮流有關 因為最重頭的戲都放在12月底或者1月上馬 金手指也在12月底上馬 然後要迎合大陸春節的長假期 所以最重頭的戲當然放在那裡 現在香港上的那些 水行俠 Luca Wonka Wonka在香港可能也不是很受歡迎 英國我女兒已經小學看Luca Wonka的故事書 小說 文化上是很英式的 現在香港可能也跟英國文化的距離感越來越遠 隔壁越來越重 所以也收不到 還有其他本地的電影也不是很好收的 當然不要收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這套《一二一二首爾之春》沒有在香港上 我認為如果在香港上的話 應該是會挺好收的 因為香港人看可能有共鳴 是講專制獨裁 如何打壓民主自由 而近年韓國拍了很多這些電影 包括辯護人很好看 計程車的的士司機也很好看 所以逆權大壯 就是講80年代轉型正義 韓國人如何用血和淚去推動民主運動 這個韓國人是用勇武抗爭的 有些人說你經常說反對勇武抗爭 我不是反對勇武抗爭的 孫中山勇武抗爭我也沒有反對過 我認為是要有一個基本因素的 而韓國的勇武抗爭如何成功呢? 或者這麼說 韓國的獨裁如何能夠維持這麼長時間呢? 今天可以從歷史的角度講一下 這套《一二一二首爾之春》 他說1979年12月12日發生的一場政變 因為當時 朴槿惠的父親 朴槿惠大家也熟悉了 韓國的女總統 他父親是朴正希 已經執掌了韓國 大概已經有17、18年的時間了 他從1961年透過政變上台 到了1979年被暗殺死亡 專制威權才結束 因為在美國的支持下 美國人不太介意 韓國也好 台灣也好 或者其他國家也好 是否民主 因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是反共 要對抗蘇聯 共產主義集團 所以韓國從李承晚1948年開始 到1961年 是一個軍事獨裁的政權 因為他要軍事獨裁 也有些道理 如果不是軍事獨裁 就被朝鮮吞併了 但是他為了要反共 為了要剿匪 為了要防赤化 他就犧牲了很多民主自由 拘捕了很多民主派 當然也在李承晚最出名的 在400年的時候鎮壓濟州島 殺了以萬計的人 這就是因為 他說裡面有共匪 有共諜 也因為共產黨經常在韓國不同地方 搞暴動 所以李承晚政權用一個極端的手段制壓 到了1961年 李承晚下台 然後朴正熙透過軍事政變上台 517軍事政變上台 然後軍事政變上台之後 朴正熙跟李承晚不同 他不再完完全全是軍事獨裁 他行一套叫做威權體制 瑜伽式的威權體制 跟以前純粹由軍人管治是不同的 他就強調一些瑜伽文化 好像蔣介石一樣 蔣介石到了台灣也是 行一套所謂的瑜伽式軍人威權體制 跟現在非洲、南美洲的軍人國家是不同的 他們是完全 在中東也是很粗暴的塔利班 是不搞經濟的 幾乎是不搞經濟的 而朴正熙就以推動經濟為本 搞瑜伽文化 瑜伽文化就是強調要很團結 君君神神父父子子 一定要在他的領導下推動韓國的經濟發展 而強調儲蓄 強調勤奮工作 強調用經濟的報效來救國 去防赤化 用資本主義的發展 所以韓國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就是一個經濟奇蹟 本身人均GDP只有百多美元 變成以千美元計 成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繼日本之後對韓國、台灣 後來香港和新加坡崛起 就變成了亞洲四小龍了 韓國是亞洲四小龍裡面其中一個重要角色 所以他又短短十幾年 行瑜伽的威權體制 認為西方的民主政制不適合東方瑜伽社會 因為瑜伽是需要管理的 瑜伽的文化 尤其是韓國人的知識水平太低 他認為一定要由他們去領導 去指導人民 君臣父子 父為紫剛 君為神剛 用這一套理論 結果成功了 這些事情現在中國還在說 知識水平低 但是現在中國一千萬個大學生畢業 中國人要管 其實跟當年朴正希所說的一模一樣 現在中國人還在說這套東西叫做制度優勢 但是當年韓國的確是制度優勢的 他那十幾年發展了 但是一下子就倒下 為什麼一下子倒下? 因為1979年的時候 本身韓國已經 由於資本主義急速的發展 導致工人的權益受到剝削 所以七十年代很多工人運動出現了 學生運動出現了 這些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很容無 因為韓國人要受軍分 要復兵役的 所以他們復完兵役出來之後 他們又有軍事組織的能力 示威者也軍事組織能力強的 動員能力又強的 打鑼打鼓 然後又左右包抄去攻擊警察 攻擊軍隊 此起彼落 韓國裡面有一些民生民主思想 到了1979年 就是一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 刺殺了樸正熙 這叫做金在歸 這套《一二一二》首爾之春的電影 以這個作為一個開場 成功刺殺了他 這個威權體制是很脆弱的 他一夜倒下了 因為歷史上人類用了幾千年告訴你 不斷地連任 不斷地專制是不成功的 為什麼呢? 他一夜就可以倒下了 結果這個威權體制倒下了 美國在當時民主黨卡達政府的支持下 就是 鼓勵韓國用軍事獨裁 這是很可怕的 因為對美國來說反共也是主要的 他怕如果韓國當時出現權力真空 朝鮮帶軍艦下 第一島鏈就會失去了 所以美國是支持軍事獨裁 當時有一個民主政府的初刑 至少有一個民人政府 因為朴正熙死了之後就有代總統 然後有臨時內閣 但是當時軍隊裡面有些人很不滿 民主化 認為這樣會被赤匪、共匪入侵 有機可乘 所以他認為民人是懦弱的 一定是用最強的方法 去鎮壓學生運動 當時動不動說學生運動是匪、諜 這是最有效的 你強勉強那些人勾結外國勢力 這個罪名是口袋罪 當時光州事件也好 或者後面那些金永三、金大宗 這些人物的時期 也常常看到匪、諜、諜、諜和平反之類的情況 在文法大革命時期也是一樣 動不動說他們是黑五類 是勾結國民黨的餘孽 經常這麼說 勾結外國勢力 永遠就是獨裁者的口袋罪 所以當時在陸軍裡面有些少藏派 以一個叫做全斗喚的少帳為首的少藏派 其實他們是在517政變裡面有份出列的 當時他們密謀要搞多一場政變 就是一二一二 拘捕一些民人 政府 然後用軍人去獨裁 當時這部電影就是講這件事情前後的因果 花了大半的場面 拍攝12月12日的政變 如何包圍總統府 如何包圍陸軍部 如何調動 在朝鮮邊境的軍隊進來 威脅國防部部長 威脅總統 當時臨時總統堅決不肯授權簽紙給他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 拘捕一些無辜人士 最後被陸軍威脅了 最後簽了紙 這部電影很好看 第一,一些演員很出色 很多很出名的演員 才佛家的小兒子的爺爺 很多不少啊 也是 died 他和聲鼴ן 建議 印象武門 它 επ 就是1980年開始了 全斗煥就做了兩屆總統 發動了光州事件 鎮壓了光州全南道大學生的運動 全南大學的運動 殺了百多人 現在我們知道二十多年後三十多年後就平反了 就知道原來殺了百多個一百五十四個學生 或者一些支持民主的人士 因為他殺了這麼多人的時候 整個八十年代 都不斷反抗了全斗煥 在國會裡面也是 國會裡面打架 甚至乎鎖閘 香港以前說立法會扔東西很少 那時候鎖閘不讓別人離開 不讓外面的人進來投票 不讓裡面的人離開 然後街頭上不斷打架 但是為什麼在韓國可以呢? 為什麼其他地方不行呢? 就是因為美國 當時美國是列根總統上台 列根總統是極度反對全斗煥用武力抗爭的 一方面就是不讓他用過分的武力去鎮壓 當然他也有用武力去鎮壓 但是還沒到八九六四天安門那麼嚴重 這是此其一 第二 也是在美國的支持下 因為韓國是爭取了巷城奧運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巷城奧運全世界的人都會集中在韓國裡面 而對韓國來說 這是經濟奇蹟 因為亞洲四小龍已經是經濟奇蹟了 奧運會 全世界的遊客也來了 那些人就是會看到學生的鎮壓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導致韓國政府受到壓力 美國就說如果你太過分鎮壓的話 他們就會撤出了巷城奧運 美國杯葛 結果就是 全斗煥 因此要被逼下台 換成了盧泰瑜 而盧泰瑜 本身也有一份一二一二政變 然後宣佈 舉行直選大選 最終韓國在90年代民主化 就是跟美國有關的 成也美國、敗也美國 因為當年卡卡達政府支持全斗煥 後來列根政府 其實主要是因為 80年代國際形勢改變了 1979年 中美建交 這是重要的轉捩點 所以對反共的需求也下降了 80年代戈爾巴喬夫上台 跟西方釋出了陽光外交 所以美國反共的聲勢 也沒有以前這麼大 也不需要 所以既然如此 反共的第一原則 已經淡化了 第二原則就是民主自由化 這件事情就開始抬頭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時而世逆 這真的要取決於國際形勢的瞬間萬變 為什麼有些地方勇武抗爭不行? 因為他們根本不怕美國 不怕國際社會 所以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 勇武抗爭最後在敘利亞一下子被人消滅了 勇武抗爭是在那些地方送頭的 但是在80年代的台灣 以及80年代的菲律賓或者韓國 因為有美國的支持下 所以他們迫使韓國政府也好 蔣經國政府也好 不能夠用過分的武力 作為獨裁者、統治者 他當然要鎮壓民運人士 因為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他們自己的權力要鞏固 但是學生而言 或者是反對派人士而言 他們當然要表達他們的聲音 所以雙方的角力之下 成為了80年代 壯闊波瀾的抗爭運動 而90年代之後 全斗煥也要坐牢 當然後來就是 因為97年金融風暴 當時韓國就說要上下一心 所以釋放了全斗煥這些人 最後他也是90歲 受終正寢的 但是今天全斗煥的孫子走出來公開下跪 為他爺爺做的事 向人民道歉 這個專制獨裁 他好像有制度優勢 但是這個制度優勢是脆弱的 他是推動到經濟發展的 但是一下子就會崩壞 而帶來的就是無數的災難 人類其實用了幾千年 所以現在的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孔子也說了 現在的人還在說威權體制、制度優勢 只是不斷重複 其實只是袁世凱的時期那些人 那些文膽、吹噓而已 到今天仍然也有人在吹噓這些東西 你說可恥不可恥? 可笑不可笑呢? 新年前就講講電影 今天介紹給大家看 《一二一二首爾之春》 去旅行的時候可以看 韓國這套東西已經過了一千萬人入場看了 是今年開畫票房紀錄的 如果這套戲可以在香港上映 一定是很震撼的 不知道在英國有沒有看 如果沒有的話 看看會不會有朋友可以考慮包場看這套戲 非常精彩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收費平台Patreon 下個月開始就會恢復回到中國近代市貨 因為12月中開始我們去了台灣 一直上不了貨 所以下個月開始就會上貨 1月份第二個星期開始就會上貨 OK?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